这是一架单手就能拎起来的飞机 虽然它已不在天空 天空却有着它的传说 你看它小不点没啥难度 实际上它用双缝金翼再增加生力 那么这架底盘超低的小不点飞起来啥体验 今天就跟着雪龙一起来揭秘它 Soviet X-14 从飞机结构来看 机身由钢管焊接而成 真正的360度无死角座舱 机还是略微前略 一站只有5米 而1.22米的机身高度 停机和超跑一样省钱 比较有难度的算是它的机翼 两个铝合金翼梁 再加上木制的翼类 最后外包热缩不蒙皮 一根有复杂的机翼 采用钢索前后原垛面联动 搭载发动机功率42匹 空机重量只有54公斤 妥妥的人比飞机还重 飞行员太高或太重可能坐不下 但80到90公斤的负载还是足够 那么飞起来啥感觉呢 首先还是用5点式安全带 把自己牢牢绑在座椅上 因为据说有人没坐好掉下去 然后记得放下机翼再加速滑跑 55公里时速就可以飞起 飞机最快速度130公里 在这稀缺观景平台 让你体验最直接的速度与激情 不过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这飞行板凳算是最小的飞机 熄火的话滑翔指望不上多远 那么它可以飞多远呢 虽然没有公布数据 不过按42匹斗430 最大耗油量20升每小时来算 最差也能飞130公里 只可惜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 这款飞机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活起来 还得要简单可靠才是硬道理 不过这次雪龙查资料 也发现一款有趣的飞机 这款去掉上亿 是不是和X14很像呢 感兴趣留个言 下期安排